今天就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飞神捍卫者》这款车子 我玩下来陆式的一个综合的表现 用这种逻辑也记得长按点赞 并关注我哟 那么首先大家最关注的肯定就是 战损方面的问题 作为一款大脚车 你需要经常去飞越去跳跃 以及是很多时候 你是整个车子飞在空中 然后倒着扣下来 这个时候对于车身前后的保护 以及是车壳的强度 会有一个比较高的要求 这件事情也和大家分享了 它的车壳是PC的材质 比较有韧性 但是这里也发现 它设计上的一些问题 首先是它没有和穿业者一样 搭配这种防丢的阿扣 玩的过程中 我就遇到了 后面阿扣丢失的一个情况 因为你翻滚的时候 有的时候车子是倒着插在图里 所以无论你卡的 正装反装都有可能会掉落 这个时候 你可能没有去注意的时候 它就丢失了 你再去玩的时候 我之前就经历了这样一个体验 你接着在一个 没有阿扣的情况下去玩耍 它很容易是这样子跳跃起来 或者说进行一些错位的运动 并且再去摔一下的话 就很容易开裂 这里出现了一点点这样子的裂痕 在后面这里比较凸起的 这两个部分 会有一点点开裂的情况 前面是比较圆润的 所以说非常有韧性 但后面整一个箱体 偏向于瓦龙型比较多 而且有很多锐脚的设计 所以说后面部分 相对来说会脆弱一点 目前在这两个脚上面 都出现了一点点的开裂 综合来说 对于这么激烈的翻滚来说 我觉得说还可以了 但是如果各位小伙伴自己去玩的话 我会比较建议大家 再买回去之后 马上用纤维胶带 在这里比较锐脚的地方进行一些交叉的粘截 使它产生一定的拉力 让这个地方得到一个更好的强化 目前看起来前后各个角度来说 没有明显的战损 包括是底盘的 因为它比较高 所以底盘的磨损也会更少一点 特别是这个车头 我之前感觉它比较小 是不是说防撞能力不好 实际看下来 是因为它这里的防震板的结构 我觉得设计的比较合理 包括是它前面这个地方是比较柔韧的一个材质 撞击下来的表现还是比较不错的 这个车子轮胎 首先能看到它尺寸还是蛮大 而且是蛮有韧性 它是一个里面有海黏 有排气孔的轮胎 你在各种的冲击 以及飞波跳台的时候 它都有一定的减震的作用 但是这里也要注意到 之前有很多小帮会吐槽说 捍卫者这个车子 在土著上面可以抬头 可以各种这样子 一个比较激烈暴力的行驶 但是在普通路面上 它抓地力并不是很好 这里就要区分 它的轮胎分为两款 一款是这样大颗粒的越轮胎 另外一款福特猛型车壳 搭配的是比较偏公路一点的轮胎 那你要结合自己游玩的场地去选择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车子 是一个非常方正的比例 几乎要接近1比1的一个尺寸 它的轮胎会更加的宽大 这也是这个捍卫者 它本身作为大车设计的一个特点 因为首先它轮胎变大以后 它车身重心会变高 那去抑制它在侧翻的时候 或者说是翻滚的一个特性 它就需要做到一个把这个车子轮胎变宽的一个设定 在高速行驶的时候 即便是你先急加速的这样飘移的动作 它也可以得到一个实现 但是如果说你真的非常极限 顶着油门打满方向去起步的话 那这个车子肯定是会这样推起来 并且是翻滚的 原厂是一个2500KV3652的电机 搭配的是一个50A的电条 很多小伙伴可能觉得说它并不是非常的暴力 但是你如果说搭配一个好一点电池 其实它的动力已经是比较足够了 在这样子越轮胎搭配越野场地的玩爽的情况下 它可以很轻松的做到抬头 甚至你继续加油门的时候 它都快达到了要空翻的一个状态 但是因为KV值不够高 所以说它没有能形成一个很高的转速 继续牵动的车子来做一个回转 所以说这个车子如果说你想要玩一些原地后空翻 以及是更多回转的操作 你需要进一步的去升级 但对于新手小伙伴来说 目前这一套已经足够暴力 并且完全非常容易操控 让一个新手小伙伴直接来上手这个车子 我来拍摄它来驾驶 它就可以很轻松的做出各种飘鱼拉扯的动作 视频最后来做一个比较综合性的总结 首先哈位者作为一个一笔十的大脚 我觉得尺寸上去之后游玩体验的确有很明显的提升 它虽然说它动力没有很暴力 但是玩起来不论是它的姿态 以及是空中的这些表现 我觉得操控感还是比较不错的 特别是对于说新手来说就很好上手 老手玩起来也觉得很有乐趣 这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比较平衡的一个设定 同时PC的车壳 只要你阿扣不丢失的情况下 做一点简单的强化 这个车壳会非常的耐用 其次一点这个车架 我觉得说轮胎更厚更宽大之后 它在减震的性能以及是飞坡落地之后的防护效果 都有各方面的提升 玩起来说可以更加的暴力一点 但是综合上来说 任何的速度车它都是不能直接去撞墙 或者撞一些固定的目标的 虽然说这个测试的过程中 它直接把一个立花袋里面的一个这种小的一关子撞断掉 但是我也是觉得说 这也是一个比较巧合的事情 这里比较运气好的是 它是撞到了底盘的这个部分 所以说没有损坏 如果说是直接去撞这里的话 可能会求头脱开等等这样的一个情况 到这里呢 关于飞神捍卫者1-10的这款大摇车的这个原厂测试 就基本结束了 但是也宣告着捍卫者的改装的测试呢 也要马上开始了 那很多小伙伴也在网上跟我分享了 他自己改装80A或者120A的体验 那我觉得说 相对来说这样的一个车子80A已经是非常足够了 当然也有改装120A的案例 那这里呢也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如果说你自己需要的话 这个车子是可以做很多改装和升级的 并且原厂的齿轮各方面的这个配置 我觉得也比较足够 你改起来之后呢 也不用担心齿轮承受不了 那这一点我也觉得说 在后期玩耍的时候成本也可以更好的去控制一下 OK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在我主缘还有更多RC和油烟资讯 以及是飞神的合金 感谢你们可以关注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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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